大家好,欢迎来到艾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艾门 这样吃,三天内让你瘦下来 如何在一周内小一号 两星期改变人生,摆脱多余坠肉 这些标语让你感到非常心动吗 我们可以理解 只要讲到瘦身 不管卖的是一样食品,书籍或影片 广告标语通常都要写得比较爽动 大家才会有兴趣 才会觉得这是个值得的投资 然而,这样是合你的期待吗 瘦身快速真的好吗 快速减重的时候 身体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今天的影片我们将说明 当你快速减重 身体会发生这些的变化 变化一,脱水 快速减重的最初几天 体重通常会快速下降 但这主要是因为水分的损失 当我们摄取的热量少于身体需要时 肝糖的消耗会释放水分 这导致体重减少 特别是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或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中 身体会更多的消耗肝糖 造成脱水 这可能导致肌肉痉软 头痛便秘和焦虑等副作用 一项由美国国家心脏 费核血液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发现 快速减重每周减少超过1公斤的参与者 在减重的早期报告了脱水相关的不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脱水症状有所减轻 但基础代谢率持续下降 并且肌肉质量减少 变化二 代谢速度下降 快速减重通常涉及节食或代餐 这导致摄取的热量急剧减少 身体反应是进入节省能量的模式 降低基础代谢率 使身体更难消耗卡路里 即使后来停止节食 代谢速度也可能长期降低 一项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资助的长期研究显示 快速卷重方法 特别是极低热量饮食 导致基础代谢率的持续下降 研究还发现 这种减重方式可能增加肥胖再次发作的风险 变化三 肌力流失 快速减重可能导致身体耗用肌肉来功能 这导致肌肉流失 肌肉流失进一步减缓新陈代谢速度 创造一个恶性循环 一项发表在肥胖研究期刊的研究发现 快速减重方法会导致较多的肌肉流失而非脂肪 这可能影响身体的功能 并增加再次增重的风险 变化四 更容易饿 快速减重会引发身体的饥饿反应 使人更容易感到饿 增加进食的欲望 一项有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研究发现 快速减重后 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 这增加了食物摄取的欲望 容易导致体重反弹 变化五 营养缺乏 限制饮食的过程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一些需要靠饮食来补充的维生素与矿物质 就会缺乏 像是铁 钙质 叶酸 维生素B12 很难在低热量饮食时还能摄取到足够的量 多项研究指出 弱铁 叶酸 维生素B12不足 会导致贫穴 变得体力下降 容易感到极度疲累 蛋白质不足的时候 头发与自家变得比较较脆 容易断裂 也容易出现掉法 钙质 维生素D与林摄取不足的话 会出现骨质疏松 快速减重的人也很容易因为免疫力下降而更容易感冒 生病 这些副作用都会在快速减重的过程中一一浮现 变化6 胆结石生成 肥胖是胆结石生成的危险因子 但其实快速减重也很容易让人跑出胆结石 胆结石是卡在胆囊里面的硬块 如果阻塞到胆汁排放的路径 会导致疼痛 发烧等胆囊炎症状 我们的肝脏会分泌胆汁 先送到胆囊注尊 胆汁的目的是要加速油脂食物的分解 因此只要我们吃进一些油脂食物后 胆囊会收缩 将胆汁送进消化道 然而 当你吃的非常少 胆囊没有什么机会收缩 还放胆汁进到消化道的机会 这时胆汁就会滞留于胆囊里 增加了胆结石的生成机会 一项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进行的研究指出 快速减重方法 尤其是低脂饮食 可能增加胆结石的风险 减重 是为了自己在年纪大时的健康状况着想 希望自己不会因为体重过重而罹患 高血压 糖尿病 脂肪肝 关节炎 并降低了离癌的机会 减重 绝不是为了打坏所有身体的机能 控制体重是个一项长期的抗战 快速减重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包括脱水 肌肉流失 代谢下降 营养缺乏和胆结石生成 相反 长期健康的减重方法 有助于实现稳定的体重减少 改善代谢 维持肌肉质量 并降低慢性疾病风险 至于怎样的减重速度才不算太快 一般建议一星期减下0.5公斤到1公斤 是比较健康安全的速度 而且会比较有机会持久的保持体重下去 选择健康的减重方式 以身体健康为优先考虑 是达到持久减重目标的关键 应该以长期抗战的方式来看待减肥 并建立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 以改善生活质量并预防慢性疾病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